左派有一个名人叫做Bill Maher 是一个极度自由派先锋的无神论者 他的工作就是在他的节目上 嘲笑保守派有多么可笑 有信仰等有多么可笑 耶稣有多么可笑 圣经有多无知 他帮着左派工作了好久 嘲笑Dennis Prager 川普 布希 Ben Shapiro 但是现在的左派 连他都受不了了 他受不了 现在一个左派朝着一个 极权的共产主义方向前进 就连他现在也出来说 现在的觉醒文化 有多么像毛泽东时期的红卫兵 历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学习历史才可以不要重蹈覆辙 我们懂我们的历史才可以变得更进步 变得更好 但是最可怕的事情就是 我们被困在历史当中 当我们自认为自己是历史当中的受害者 或是压迫者 必须要有特权 或是必须要无条件的赎罪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我们自己困在历史当中 刚好这个就是左派最好利用我们的时候 这样子洗脑最好从小就开始做 这就是为什么迪士尼这间公司的最新的卡通 目的就是要来洗脑你的小孩 如果你还是 Disney Plus的订阅户的话 建议你赶快取消 因为你的孩子正在被洗脑成为一个受害者 在我们开始之前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我们下面参加我们COPHY的会员 直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我们从来就没有跟Google 或是YouTube广告上面得到任何的收入 这个频道是100% 有你这个样子的观众在支持的 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媒体 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圣经的角度 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翻转这个时代要由你我一起努力 而且坚持 所以请加入我们的会员 还有帮我们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重要的是分享这个影片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抵抗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被左派侵蚀的话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欢迎教会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欢迎保守派的企业来买我们的广告 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忙 美国是一群基督徒建立的国家 历史上最自由的国家 是有一群基督徒建立的 最繁荣的国家是需要一群基督徒建立 现在我们需要一群基督徒来夺回我们的国家 我是Eto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左派文化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恨心霸道了好多年 使用多元 包容 接纳 平等 这些正面的词汇来推行他们的议程 他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共产主义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控制所有的事情 让所有的人必须依照他们的想法而生活 我们提到的左派 其实就是每个共产国家自称的这个革命制式 先行者 红卫兵 这群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制式 是完全不受任何控制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价值观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破坏 毁坏 杀害 目的就是要摧毁千年留下来的文化跟价值观而已 而且他们最终只会自我吞食 自相残杀 就跟中国共产党掌权了之后 什么周恩来 刘少奇 彭德怀 这些一开始帮着共产党打天下的 全部都被迫害 美国这边也是一样 最近有一位左派的大明星 自由派中的自由派的人 现在被攻击了 他的名字叫做Bill Maher 一直以来他是反宗教的 反秩序认为一切都应该是人的自由的人 他几乎支持所有左派的议程 堕胎 吸毒 同婚 觉醒 简单说他就是左派青年当中的一个榜样 一个讨厌神的犹太人 但是这一阵子他却被左派攻击了 因为他开始说变性是个人自由 但是不应该分不清楚男女 不应该说变性的女人可以怀孕 而且就连他都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左派会变成这个样子 连他都不认识了 所以左派的网军就开始攻击他 但是跟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是 美国还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Bill Maher 竟然加入了 算是右派的阵营吗 在他节目上播出了以下片段 中共共产想持有空派的 《New York曲》,《NWOA 》 《NWOA 》 and it wrote back how long do you have as again in China we saw how a revolutionary thought he could do a page one rewrite of humans Mao ordered his citizens to throw off the four olds old thinking old culture old customs and old habits so your whole life went in the garbage overnight no biggie and those who resisted were attacked by an army of purifiers called the Red Guard who went around the country putting dunce caps on people yeah who didn't take to being a new kind of mortal being a lot of pointing and shaming went on oh and about a million dead and the only way to survive was to plead insanity for the crime of being insufficiently radical then apologize and thank the state for the chance to see what a piece of shit you are 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if you go carrying pictures of Chairman Mao you ain't gonna make it with anybody anyhow there's a guy who understood how good intentions can turn into the insane arrogance of thinking your revolution is so awesome and your generation is so mind-bendingly improved that you have bequeathed the world with a new kind of human you're welcome with communists that human was no longer selfish in America today that human is no longer born male or female and obesity is not something that affects health you can be healthy at any size really we voted on it a formerly serious magazine last year published with a straight face an article called separating sports by sex doesn't make sense yes it does because again we we haven't reinvented homo sapiens since crystal pepsi came out i've spent three decades on tv mocking republicans who said climate change was just a theory and now i got to deal with people who say you know what else is just a theory biology 現在就是我們反擊的時刻現在就是我們把正確符合 聖經的價值觀傳達給這個世界的時刻左派的 Bill Maher都翻盤了 要來面對這個無恥的左派革命軍現在有非常多的大學生 無知到連鞋帶都不會綁然後拿著大聲弓對著所有的人喊說 我們應該要重新被教育世界上所有的問題他們都有答案但是他們不知道 是他們只是在讓歷史重演而已我們知道歷史永遠都會無限的重演 這些無知又脆弱的左派認為他們很獨特很特別所以創造出來一堆 不知道是什麼的性別或是名稱來稱呼他們自己透過他們極度自戀的心態 說服自己他們不同他們很特別這就是這些人自以為正義自以為公義的來源 就是極度的自戀當我們指出共產黨的歷史還有共產主義永遠都會失敗 他們就會說那些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真正的共產主義沒有被執行過 他們的自戀自我崇拜成功的說服他們自己他們是不同的 然後這一次會不一樣為什麼呢因為我這個人OK我這個人就是充滿美德的 我就是美德的以及人性的良柱所以我跟我這些覺醒的兄弟們執行共產主義的話 我們會不一樣我們不會腐敗這就是這群人不只是自戀而且是到了一個愚蠢的程度 特別是所有共產覺醒的這些企業跟非營利組織全部都被抓到貪污腐敗 例如像什麼BLM、Antifa、迪士尼、Netflix、Greta Thunberg、AOC、Nancy Pelosi、Joe Biden、Bernie Sanders 這些人全部都貪污全部都自私 就跟Bill Maher在影片裡講的一樣共產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徹底的刪除人類的缺陷 例如說自私、貪婪 但是這就是一個不可能的幻想現在這些覺醒文化的社會主義革命知識們 跟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還有蘇聯的紅色革命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不只思想一樣鬥爭、攻擊、摧毀的方式東西也都一樣 就連生活方式也都是一樣的 這些人通常都是過度有特權的精英主義的年輕人 有著浪漫主義的世界觀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馬克思本人 這篇是來自Intellectual Takeout的文章 各位可以去讀讀看 上面寫到馬克思的人生 馬克思生於1818年5月5號在Rhineland這個地方 他的父母都是猶太人 兩邊追溯上去都很被敬重的拉比血脈 但是當時為了要在波斯王國做法律工作 他爸爸改新了新教 馬克思自己的宗教學術是非常有限的 在很年輕的時候 他就已經向所有的人宣布說他不相信任何的崇高的造物主 他在Bahn大學讀了一段時間之後 轉到了德國的柏林大學追求哲學的學術博士 但是他是一個很懶惰又一事無成的學生 他爸寄給他上大學的學費 全部都花在食物跟酒精上面 他花很多時間跟同學在咖啡廳還有酒吧 辯論黑格爾這個哲學 最終他透過東歐的Jana大學 頒布了他的論文才得到了他的博士學位 馬克思這一輩子做過的工作就是 在報社或者是雜誌當編輯或者是記者 這些報社通常都很快的倒閉 可能是訂閱太量太少或者是經費缺乏 或者是被政府政治消音 簡單說就是馬克思這個人本身就是 所有精英共產主義革命自治的生長環境的樣本 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培養出來一個被灌壞的小孩 他爸是律師 然後可以讓他在大學如此昂貴的時刻 而且可以上大學的人這麼小的情況下 在大學浪費他爸的錢 他爸幫他父親學費 但是他卻拿著拿去喝酒玩樂 而且一輩子沒有真正的工作過 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 當然很熟悉 因為在美國基本上這是快要一半以上的人 我們這些千禧年的 還有Z時代的我們的父母花了一堆錢 讓我們在大學得到一堆沒有任何用處的文憑 可能一輩子都不用真正的認真工作 人生充滿著對於世界沒有任何意義的抱怨 但是我們卻可以花著不屬於我們的財富而生活 我們在和平又舒適的環境下長大 從小被告知說我們有多特別 我們有多重要 我們有多聰明 多有能力 最後所有自戀的象徵 全部都顯示在我們的生活上面 把所有我們不應得的敬佩 全部都放在我們的心中 而且真的相信我們好像很特殊 一事無成的情況下 認為我們自己充滿了智慧 然後自欺欺人告訴我們自己說 我們可以解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問題 只要我們控制這個世界就好 但是世界很明顯沒有這麼簡單 如果世界的問題都可以透過集體主義來解決的話 那我們應該早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世界的問題當然不可能這麼簡單解決 因為這些左派意識形態 永遠都忽略一個東西 就是人性跟文化 人性其實就是共產主義失敗的主要原因 因為幻想著 如果我們全部的人都是機器人 全部都寫好一模一樣的程序 全部都可以合一作業的話 我們就會自動的分享、分擔工作 沒有任何的怨言 以集體主義的方式來建造一個社會 就跟蜜蜂、螞蟻那種 腦子不是很大的昆蟲一樣 如果人是這樣子的生物的話 或許共產主義很可行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 世界不是這樣子願做的 共產主義的思想跟共產主義的實踐 是完全不這麼一回事 諷刺的是 通常那些推崇共產主義的人 就是因為他們的私欲跟人性 所以共產主義才不會實現 他們這些人不斷的提倡什麼 同情心、同理心、公平、均富 這些共產主義的思想 然後當他們要把這些思想實踐的時候 絕對都會變成法西斯的軍國主義 這些人嘴巴上說要來抵抗法西斯 要來創造一個共產、共融、共享的社會主義 通常都是要透過軍隊、秘密警察、憲兵 來把他們的想法強制的讓人民接受 他們就是創造取消文化的人、網路封鎖的人 促成大政府全面封鎖的人 一切都可以在蘇聯跟中國共產黨的建國過程當中看到 最終一定會走向極權的權威主義 而且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一模一樣的事情在美國發生 美國的左派跟台灣的左派已經在提倡什麼 在教育營 而且離自由社會一點都不遠 加拿大現在就在執行了 跟中共一模一樣的方針 心理治療師一定要跟著政府的方向走 不然就會被吊銷執照 各位可以去上網去查一下 Canada Social Media Re-Education 就直接叫做Re-Education 再教育了 在美國如果你在公司 或者是在公共場合上面說了什麼 左派不喜歡的話 他們就會把你送去Sensitivity Training 敏感訓練營 簡單說就是現在強制洗腦的作業已經開始了 已經跟法西斯主義一樣了 這些共產主義的自戀狂 就是在重複歷史的教訓 然後自戀的不斷的告訴自己說 這一次會不一樣 他們拒絕從歷史的失敗當中學習到教訓 這就是一個精神錯亂的定義 歷史是要讓我們學取教訓 不要再犯的 歷史不是拿來翻舊帳炒冷飯的 例如像說在婚姻當中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炒冷飯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在每一個婚姻當中 每一對夫妻當中最常犯的錯誤就是這一個 就算基本上每一對夫妻都知道 翻舊帳炒冷飯不斷在那邊炒說什麼 你以前是怎麼傷害我的啊 你看你以前做的事情 對婚姻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有結過婚的人就知道 每次吵架的時候 只要一方說 你為什麼不想看 你自己之前 Troll in the blank 歡迎自己填空 這句話只要一說出來 基本上雙方的達到共識的幾率就是零 解決現在發生的事情 基本上也是不可能 當我們把以前的歷史 拿來出來指控彼此的時候 解決問題的溝通馬上就中斷了 馬上就變成一場得分遊戲 所有的話題都變成了 侮蔑抹黑仇恨 當我們拿歷史出來指控我們的另一半的時候 讓他感到很難過很受傷的時候 就絕對不可能解決現在發生的任何問題 甚至有的時候整個議題都會被遺忘 最後變成互撕蒼巴而已 而且常常一開始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但是最後都會變成一個龐大的吵架 我不知道就像你家如果有一個木頭桌子 然後你到了裡面被冰水 然後沒有用杯墊 你老婆就念了你幾句 然後下一馬就變成 你這十幾年來都是這個樣子 一人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我嫁給你的時候 你媽都這樣跟我講了 之類的 OK 這就是為什麼 不要炒冷飯 不要翻舊帳 會好很多 這樣子你的婚姻就可以活在現在的情況 這個情況是你可以控制的 如果你控制好的話 就可以控制這個婚姻未來的走向 因為我們改變不了過去 我們只能控制現在 在某層面上面 我們就可以控制我們的未來 如果這個定義在婚姻上有用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用同樣的理論 來看更大的群體 例如像說一個國家 事實上就是這個理論對於國家更適用 因為你的配偶真的在你的婚姻歷史上面 做了那些事情 但是一個國家的歷史 某個族群做的某些事情 可能跟現在這些族群 這些群體一點關係都沒有 或許原本做壞事的那些人 早就已經死光了 而且現在的指控方 跟被指控方 或許除了歷史的祖先的淵源以外 並沒有什麼其他的仇恨 或者是衝突 但我們把別的國家 別的種族 別的族群的先人的罪 然後要求現在活著的人要負責的話 要謝罪的話 通常都不太會有好的結果 那些人就算說了抱歉 也只是嘴巴上說說而已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們又沒有做那些壞事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 在美國的種族歧視受害者 這群人就是每天在做這個樣子的事情 他們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要 持續的營造受害者的假象 使用以前的歷史來攻擊現在的人 他們可以這麼成功的原因 好幾百年的蒼疤 或是好幾十年前的蒼疤 可以繼續流血 每天不斷地繼續痛 就是因為他們從小就開始教育他們的小孩 他們就是受害者 他們就是被壓迫者 他們就是被不公平待遇的 最新的方式 還有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請像迪士尼這樣子的 這個敵基督的公司 來做卡通給小孩看 這個卡通的名字叫做 Proud Family 我小時候還看過 老實說 我不太確定 Proud Family 因為本來是一個小孩子的卡通 2001年開播 2005年停播 然後在2022年的時候 又開始重播了 因為裡面的主角還有角色 全部都是黑人 以前就是很普通的黑人的小女孩 叛逆期 然後跟爸爸媽媽吵架 然後在學校裡喜歡男生那種 14歲小孩看的那種卡通 現在2022年的版本 在Disney Plus上面開播 說他們會 LOUDER AND PROUDER THAN EVER BEFORE 那當然我沒有看過那些東西 因為我拒絕看Disney所有的影片 但是最近突然有一集爆紅了 是一首歌嗎? 一首饒舌歌嗎? 來敘述美國的醜陋歷史 我們來聽聽看 他們要把什麼樣的思想 洗在你的小孩的腦子裡 因為當時的靈術 的家人在美國 使得了抗爭執法 因為他們的頭部 讓我們世倆 成為他們的血淋 每次我們都會 在任何時會 靈術的大靈性 和… 旗大靈性 那美國得到了 和我們還沒看過 還沒有看過 人家的部門 不只開玩家 在這間手上 不只會 道具體的小孩 藥師 在新家人 從山下 職場 從小城市 五十四個 我們可以支撤 我們可以支撤 我們我們的家庭 我們可以把家庭 我們可以的家庭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内容就是要教导你的小孩应该要憎恨美国 因为美国曾经有奴役制度 那首先外面有很多谣言说这是一首反美国的歌 那的确是一首反美国的仇恨美国的东西 但是我个人认为并不是一首歌 只是一堆成人的配音员 假装成小孩的声音在那边嘶吼 一堆又没有押韵又没有内容 又没有节奏的一堆那种 No need no color 会贴在车子的保险杆上面 这个贴纸的口号而已 但是没错 现在的音乐产业就是这个样子 仔细想想看流行音乐好像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那我想要讨论当然不是这首歌的好听或是难听 OK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首歌的歌词还有内容 那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很明显的就是 这个国家不是努力建造的 美国这个国家的建立是经过了好几百年 在这个国家还不是一个国家之前就开始了 这个国家开始是从这个15世纪的欧洲人开着船 发现了这块土地 然后不断的有欧洲的移民过来 经过了16世纪17世纪这些欧洲的移民 移居者 OK settler到了这片荒地未开发的土地上面 在未知的危险当中充满着生命的威胁 没有文明当中建造了他们的人生 他们的家庭 这个国家是由这些殖民地的这些居民 还有美国的革命志士 一群基督徒 这些先行者把文明的价值观 从东边不断的往西扩张 然后在美国的时候 这边西边这些土地 是由众多的这个有攻击性 好战的印第安的原住民持守的 这个国家是透过战争 战役探索外交买卖 透过企业商业建立的 而且这一切因为一场内战 死了62万的美国人 差点打回原型 然后这个国家再度整合 再度建筑 再度繁荣 这个国家在20世纪打赢了纳粹 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而且首次带给整个世界 和平经济以及繁荣 这个国家是透过非常多的人 经过非常多个世纪建立而成的 然后在这个国家的一部分的历史当中 里面的一部分的人 一部分的地区曾经拥有过奴隶 所以在这边说奴隶建造这个国家 根本就是在开玩笑 如果我们说这个国家是奴隶建造的 就是在抹去那些真正建立这个国家的 绝大多数的那些人 是在把美国的历史用莫须有的仇恨 还有口号彻底的抹黑 那如果只因为这个国家曾经有奴隶 就代表这个国家是奴隶建造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永远 对这些奴隶的后代赎罪的话 那这样的标准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要承受 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种族 每一个族群 都曾经拥有过奴隶的历史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 包括黑人 亚洲人 西语艺人 都必须要承担先人曾经拥有过奴隶的债 而我每一次讲到美国跟奴隶的关系的时候 我都想要再提醒一次 美国跟奴隶制度的关系 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国家 在多快的时间内 就废除了奴隶制度 还有美国为了废除奴隶制度 付出了多少 西方的国家试图摧毁奴隶的买卖 在海上绕来绕去 封锁中东的港口 还有非洲的港口 好几百年 但是同一时间 非西方的国家 持续着买卖奴隶 到现在非洲都还是有奴隶的买卖 都还是有把小孩 卖到纺织房去当同工的案例 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就是 当我们谈到建立美国人的时候 我不是说白人 没错当时这些建国国父 探险家 发明家 战士 政治人物 民众的领袖 很多都是白人 绝大多数都是白人 这就是事实 没有办法逃避的事实 但是如果你今天问一个白人 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不会说 对啊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建立的 我们最勇敢 我们最棒棒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没有坐在五月花号上面 他们没有打独立战争 他们没有打美国战争 他们没有写美国独立宣言 他们没有写美国宪法 没有在诺曼蒂的海滩上面 跟纳粹火拼 他们知道那些事情是 跟他们长得比较像的那群人 做的伟大的事情 那些事情跟他们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他们不会认为说那些荣耀是属于他们的 那些付出那些经历那些痛苦是属于他们的 这些白人知道的是 你不用说白人啊 这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保守派的人 我们知道的是 我们是站在这些牺牲付出冒险的末端 我们知道我们是收成了那些人的牺牲的成果 就跟现在的我一样 而且现在每一个美国人都是在收成那些伟人的牺牲的成果 不管任何的种族不管他们来自哪里 那在这首不是歌的歌里面我们不断听到就是 we ok 我们 这些人一天到晚提倡种族歧视 就是要在那边说他们承受了仙人的痛苦跟压迫 但是他们根本不认识那些人 从来没有看过那些人 他们跟这些距离他们大概150几年的人在那边说 我们 we us 事实就是这不是一个we us 的这个情况 因为现在在美国生活的黑人从来就没有被奴役过 没有人奴役过他们 这些都是被害者妄想症创造出来的no nino kolu 或许这些人的祖先有被奴役 但是如果你再往前看的话 你或许就会发现他的祖先有奴役其他的人 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仙人所有的祖先的历史全部都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能把就是我们的某一个祖先的某一段历史当作是自己的经历 好像我们是受害者一样 因为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我们某个祖先做的很烂很烂的事情 我敢保证我一定有某个祖先对着其他人做的很残忍很糟糕的事情 我敢保证你也一定有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在战争跟奴役制度没有停过的世界历史上 人类压迫其他的人类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 不只是白人是这个样子 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与其在这边扯什么你的仙人 你的祖先在那边扯半天 你可以当你自己 你跟你仙人做过的坏事没有关系 你跟你祖先做过的好事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真正的做你自己 在你的时代享受着之前为了这个时代付出流血牺牲的人 让你得到自由 让你的生活不用被奴役 这个是我们的选择 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 其中一条是可以带来快乐 让我们的人生充满对未来的希望 你可以塑造一个属于你成功的人生 另外一个会让你永远当一个可笑的 无知的 自嘲的 自残的受害者 我在这里用的是美国黑奴的例子 但是同样的道理可以用在 中国人跟共产党的关系上面 台湾的外省人跟本省人的关系上面 中国人跟日本人的关系上面 台湾人跟大陆人的关系上面 只要发现了这一点就会发现 其实所有的种族议题 国际关系 种族仇恨 全部都只是政客 革命制式 在利用人的受害者心态 不断的炒冷饭 不断的制造仇恨 不断的为自己的权利 来让人类彼此攻击而已 他们只是要我们继续为了以前的历史流血 让古老的苍疤永远都不愈合 是他们唯一可以控制 而且利用我们的方式 而且他们的目的 刚好很巧的 都是为了要创造一个奴役人民 完全控制 权力集中的共产主义而已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